我要继续努力 一定会拿到这个奖杯 我要继续努力 凌晨 嗯 你说我是不是太天真啊 初赛刚有点风头就飘了 就金山的选手 才开始正式发力 今天我看林老师的表情 好像很失望 你说 我是不是辜负了她的期望啊 傻丫头 你怎么会这么强呢 你呢 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 在舞台上 你的那股冲劲 还有青春气息 是很迷人的 只不过 刚好这一轮 这旧金山还有俄罗斯的选手 他们的选取 更加符合评委的期许吧 你说照这个架势 我决赛还有胜算吗 当然有胜算了 小春 其实我小的时候呢 比赛之前也会紧张 但是呢 我会预想自己的获奖感言 想象自己呢 获奖的样子 那样我就会有动力了 你要不要也试一下 获奖感言 可我之前都没有想过 现在我宣布 第三世界 国际大学生 芭蕾舞决赛总冠军事 石小春 这个真的管用吗 来 总冠军的奖杯 这个当奖杯啊 这也太丑了吧 奖杯都拿了 快 想想说点什么 好吧 如果有一天 我拿到奖杯 我最想说的是 谢谢你凌晨 谢谢你 让我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 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要不是因为你 我根本就没有勇气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希望 你能因为跟我在一起 也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那如果 我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有了别的选择 你会支持我吗 会啊 你的所有选择 我都会支持 你突然说这个干嘛呀 你该不是想 疑情别练了吧凌晨啊 你胡说什么呢 傻丫头 我可没胡说 我就是那么 不说你们俩买不买啊 我买给我放下 下百奴半天 完了奖杯没了 你陪我 这样 你如果真的获奖了 我就陪你一个一模一样的 行啊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只要那一盘 那盘最丑的 行 你获奖感言说得那么好 一定可以得奖的 现在想想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复赛我都过了 决赛又是一条好海 所以啊 我要继续努力 一定会拿到这个奖杯 然后 请请请 请什么钱 别说钱 别发言我做生意 走啦 这么多人啊 吗 帖 有 SMS 你 你 有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